三位玩家都选择过牌 Turn Cut是一张六 那这边我们看见Bonnomer他的一对八的踢脚比Y向的十八踢脚 好 然后呢 这边他会选择要跟住一下吗 那这又是我们桌上的两位Chip Leader 然后我们看一下盒牌 盒牌出来一个A 那这里我们Justin Bonnemont 他improved到两对 是AA66 Check check Bonnomer还是一路既往的牛仔裤运动鞋 非常的低调 好 这边我们Chunk awayTrying Ling拿到非常不错的手牌AK OK 在这个马亮 哦 这里拿到了一手圈圈 那看来这样子的话 圈圈跟AK是要在翻前打光了 直接选择All in 不想给后面的 不想给后面的玩家任何操作的空间 这里与其说是一个squeezeAll in 不如说是一个isolated 他是想把前卫的隔离出来 看看有没有排力支撑他 接住他的All in 这是一手在长排里面也是非常经典 也是非常常见的55开 口袋对圈遇到了S King 这个flop没有给AK带来太多的改变 现在只有六张奥子可以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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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并没有出来 我并没有这准备 这准备了 对 只要不可以 来了 这准备了 这个固定有一个 中备了 但现在是一个圈圈的 我们看见这个Chipli的筹码量是整桌的50%,318个前驻,954万5千的积分牌。 他又在加1位置拿到了A7草花,应该是一个标准的Lim。 好,又是一个多加Lim底池。 来看看庄位,庄位拿到了一手96杂色,这是一手没有办法做出任何激进动作的牌力。 可以看到他还是标准的选择了过牌,每个玩家在这个阶段都打得非常谨慎。 目前我们的Chipli又拿到了顶队的牌力。 但是虽然他击中了顶队,由于他没有位置并且他的踢脚不大, 所以他也只能check。 那这个转牌我们可以看见帮Chipli带来的Nuts。 并且是没办法反超的。 对,我们可以看见他的盈利这边是100%。 这也是就是挺少见的。 我们一般看见就是有很多的牌还有一些outs。 但是这里呢我们看见。 因为对手都没有击中像类似三条两队这样子可以成长为葫芦的牌型。 是,这里只有Benefield可以有chop的机会。 对。 但是大家都选,现在暂时他下注了20万。 然后呢,这边外向他是顶队。 他的顶队落梯在这里其实是非常难以防守的。 非常的敏锐。 直接弃掉了顶队。 他明白在这里A7面对一个转牌多加底次的下注。 是并不对这个范围有任何的优势。 并且他没有位置优势。 在River没有加强的情况下,如果做出了check的动作很可能遭遇对手的第二枪。 如果他call不动这第二枪,那么无论他这个时候call还是不call。 都是,无论他这个时候选择call还是在River选择继续防御都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 所以他选择在Tent上提前复牌。 让自己不至于陷入泥潭。 直接是 直接是 让Bolomo在翻前收底。 这手牌,大家的牌型都比较散乱。 没有任何一个玩家拿到一手足以支撑的牌力。 那我这里采访一下。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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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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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里我们有看见四位玩家。 看一个Flop。 然后呢Flop是A圈六。 两个黑桃。 这边呢Bolomo他是在考虑的玩家。 他现在手上是有买花。 并且买的是NASK花。 那他跟住了Lebadev的Seabet。 这应该是Lebadev的DunkBet。 因为在翻前是没有做OpenRace动作的。 是四加Limp底池。 四六二十四加一个Fordial的底柱三万。 那么一共是27万的底池。 加上两个15万。 现在底池来到57万。 接近20个前柱的底池。 这手牌。 A9是拿到了两队。 而K7目前为止还是一个纯买花。 以及带一个卡巴。 全面对一个All-in。 它是很难CALL。 基本是一个棋牌 高手是不会给对手 任何合适的赔率 去缴你的奥子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见 安提前驻升到4万 然后庄稼位需要付8万 那现在我们平均的 积分牌是325万 但是我们知道 chip leader是这数字的三倍 平均积分牌来到了80个安提 这样子的话 大家都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筹码 那我们这边看见 Hijack way Way向他拿到1对6 他选择跟住 Cut off way 从彭均积分牌 从彭均积分牌 拿到87 对 也选择跟住 那这边Benefield 他是庄稼位过牌 狗巴 可以看到我们的chip leader 今天是很有牌路 直接在flop 击中了一个deset 并且在这边 并且在这样的面上 能对他造成威胁的可能只有圈石买牌 因为GoGo和KK在后面两个位置 应该都会应该都会做一个squeeze 所以这里是没有GoGoKK的 那这边我们看见 没有任何一个player 可以给他多的action 是因为大家的牌力都不是很强 同时也是因为他的积分牌有点多 那这也就是 这些玩家也不太愿意跟他缠打 对 chip leader的优势 在final table上 chip leader拥有巨大的球码优势的情况下 是可以做出很多的剥削和挤压 对 因为很多玩家他会考虑 比他短球码的玩家 先要让他们出局 才会就是有all in的这种动作 对 当你在进行比赛时 你的深球码是你的武器 每一颗球码都是你的每一发子弹 你需要把他打出去 去给对手造成压力 对 特别是阿童说过 这个短牌的游戏 啊 气牌率是很重要的 对 那你成为chip leader 而且你chip leader 是军马的三倍 那你就专门要打人家的 气牌率 在我们游戏长牌的时候 我们更多的时候在考虑 当我得到牌力压制的时候 是尽可能的炸取对方的value 而当我们在游戏短牌的时候 我们考虑的是 尽可能的是压炸对手的气牌率 这是两个游戏的核心思路的策略区别 那这里我们看见bonomo 击中了顶队 然后这里有一个卡巴的 啊 并没有 卡巴的一个下顺 出了攻队之后 应该是 波诺莫这里需要开枪了 他继续选择check 在没有位置优势的情况下 他给了对手操作的空间 那这里显然是一个标准的过牌跟注 打得非常的保守 哦 卡巴 瞬间就到位 有的时候你在转牌给了对手一个bluff的空间 那么你就要承担这个合牌 对手少量奥子嚼出来的一个风险 像这套牌如果 波诺莫在10上做了一个领先下注的话 那么相信后置位的玩家 会把他的圈六给盖掉 打这里选择继续过牌 好几位对手在后卫选择过牌 好几位对手在后卫选择过牌 对于他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他希望用自己的下顺去check showdown 而不是去索取更多的value 因为他知道这里打出去的话 波诺莫也很难用比他小的牌去跟注他一些下注 反而会可能用一些手里的block 去对他进行操作 再有攻对且单张顺的面 他的底顺的确是不是非常好 在这里说我看见 在窗口位拿到ak 然后他选择跟注八万 那下一位chong tong seo也是跟注八万 这边我们看见波诺莫 他是最好的位子 庄家卫他拿到了一对k 那这里面对三个玩家的跟注 Bonomo他一定会做一个加注 这手牌 翻前如果Bonomo选择 打光的话 Chip Leader会不会考虑接呢 那我觉得Chip Leader 他因为筹码量那么多 他就算接了也不会 也不会对他的伤害很大 所以他可以考虑接 那他在这边会考虑的Bonomo 他是不是在这边就是排力 对不是很强的 但是做了一个挤压 那他现在观察着对手 但是目前潜注才4万的时候 他直接上不出来80个ante 这里代表的排力是非常的强的 他现在只需要考虑 考虑的是这里Bonomo会不会拿一手A圈 在这里做这样的动作 如果Bonomo的范围里面有A圈 那他这里可以考虑跟注 如果Bonomo的范围里面是没有A圈的 那他这里AK是不领先于这个范围 持住比实在是太差了 除了排力之外 他还需要考虑的一点是 如果他输掉了这个底池 那么他将变成600万 而对手Bonomo会成功的从他身上double 那这样他们就筹码量量了 那对付Bonomo这样的选手 他做了一个非常不容易的棋牌 对他还是情愿拿着他的筹码优势 对对对 而且他也有位置的优势 这是高手的自信 我不愿意在翻前给你做波动 虽然他不知道对手是KK 但是他也有可能是4给对手的圈圈勾勾 我觉得他看了这个视频会很开心 他这把牌可以弃掉 他想的是他想保留住自己的大筹码的优势 去剥削其他的小筹码 而不想跟Bonomo做一个如此大的波动 毕竟80个BB 80个anti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在这张桌子上太多了 大有游戏翻后的空间 这里Benefield是拿到了一手AK All-in直接收持 并没有抓到任何一个对手 有call他的排力 一把气球还拿到一边 来 2 3 3 3 4 确定 辅度 50 6 现在我们弃牌到Hijack 帮我们拿到A圈 童话的牌 他选择跟住 这里的V向Cutoff位 拿到16 他选择跟住 这手牌虽然很差 但是在Cutoff位 你几乎可以游戏任何的 稍微有可玩性的牌 这里Bonnomo面对两位马来西亚的玩家 他非常幸运地击中了顶三条 那这里Bonnomo下了一个八万的CBET 那这里V向他有一对两对就是A66选择了跟住 这张十是非常尴尬 没有并没有改变什么 并没有改变任何的牌力 但是让我们的Chief Leader激动了三对 那这个游戏也就是只可以选五张牌 然后呢是任何手里最大的五张 最大的五张 你可以用中间的五张公牌 好 三对对三条 对一个三十二万五千的下注 所以选择继续跟住 这里Bonnomo会不会用一个强踢脚的三条A 继续做第三条接的ValueBet呢 他选择Check 那这里应该是一个CheckCheckShowdown 那这里应该是一个CheckCheckShowdown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传奇扑克2019高额系列赛 第一场赛是25万港币买入的短牌赛 Final Day现在已经进行到了最后一桌 还剩下五名玩家 而剩下的前五名玩家 都可以获得超过一百万港币的奖金 那这里 那这里 Chunkoway Lebedev 他拿到K8童话的牌 选择跟住 经过了那一手的创伤之后 我们的Chief Leader 选择收紧自己的范围 那这里Bennefield K9过牌 那这边我们看见Lebedev 他中了买花的机会 然后呢 这边Bennefield 他是有两队 在前置位过牌之后 后有玩家 以19两队K踢脚下了一个8万的小柱 在28万的底池里面下出8万 选择跟住 现在K8方片不但有花角 还多了一个两头抽顺 这里他反过来进行一个领先下注 这个领先下注会让对手比较难受 他选择器牌 那在这里看传奇扑克的观众们 在这里直播间 是我Selena Lin 两届红楼杯冠军 然后在我旁边的是去年巴赛罗那 拿下亚军的阿童 那也是史上就是EPT主赛 最好成绩的中国人 那我们现在是在传奇扑克在冀州岛 举行这个比赛 然后呢下一站是去黑山 那比较靠近的就是蒙基卡罗那边 欧洲的那边 然后一般都是EPT 打完的玩家跑到那边黑山去打比赛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我们的尾上又拿到了K圈杂色 在加一楼位置选择Limp 在CO位 九沟同色 Benefield也选择跟注 中位过牌 是一个三加底持 K圈是击中的顶队 而九沟是由麦花 三位玩家都选择过牌 转牌是一张方片六 对于任何玩家都没有牌力上的增强 切比得在前卫 选择领先下注 至于他代表的牌力可能是一张K 可能是一张八 甚至可能是一张六 九沟 红桃买花 选择继续跟注 那圈器杂花在这里是完全没有概念 是一个轻易的放弃 River的时 并没有改变任何排行 Benefield知道自己的Go High 目前是赢不了这个底持 他会选择放弃呢 还是选择激进的下注 在前置位过牌的情况下是一个封顶的排力区间 如果他这里选择激进的操作的话 可能会选择打满持 我相信 我相信K圈这里应该是不会跟注超过60万的 这个好像有点小 17万5千 17万5千的下注 想偷这个池可能是有一点小 他应该是想不会打走顶对 但是别的范围的牌有可能会起 但是在这里前位过牌是有一个封顶的排力之间 那我这里很有可能是 既然要偷击我会选择 打中一点 对 打到位 我会选择超时 超时或者放弃 因为17万5面对一个将近900万的一个前注 900万的一个积分牌来说 是非常难以得到一个很良好的气牌率 因为他这里即使是输掉了这个POD 他也对他的本体是基本上是没有伤害 没有任何伤害的 对 所以对待CHIP LEADER 如果要偷的话 就要么不偷 要偷就要坚决果断 那这边 CHUNKOWAY 继续 违向 他拿到K勾 童话的牌 可以看到 我们CHIP LEADER在前位的大量的LIMP 是给后支位的对手造成了很多的困扰 因为很多对手在得不到 拿不到一手非常强的牌的情况下 他们是不敢做出一些激进的操作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筹码量是没有办法去剥削CHIP LEADER 那这里我们有三位玩家 看个FLOP 那这边违向他是中了中队 两家CHIK BONOMO也选择CHIK BONOMO在这里知道 任何一个击中队子的牌都不会FORG给他的 小个BET 那他这里就不做多余的浪费 这边再一次三位玩家过牌 这里前支位玩家选择CHIK三条接过牌 会不会给对手一些BLUFF的空间 和想法 这里的K队子一样不会对一些小鹅下注记牌 CHIK三条接就是为了在和牌扛一墙 但是如果你要偷的话 这里应该是一个大鹅下注 演一张圈 这里很有可能又要被跟住 果然 又抓到了别人的GO HIGH 两次都是用K队来抓到了 GO HIGH 对 他利用不是很强的牌力 做了CHECK 然后让对方投机 顺利拿下了两个底尺 可以看到他打得非常的稳健 在前支位 用中等牌力是大量的过牌 对手根本不知道 你的范围里面混合着什么样的牌型 我觉得这位马来西亚玩家 今天表现非常不错 对他打得非常的稳健且平衡 同时他的运气也不错 很多人说打牌是靠运气 最后的冠军都是有一两手很cooler对手 或者说运气很好的bad beat 但其实我想说 每个人的运气都有时好有时坏 每个人都有运气好的时候 每个人都有运气坏的时候 的确他拿到冠军的这天 他的运气必然是好的 但是很多人都有运气好的时候 那么当运气好的时候 来了时候 你有没有抓住他呢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对为什么就是玩家像鲍娜某 可以不停地出成绩 对 不停地有很好的表现 就是因为他技术好 然后呢还是不停地学习 不停地锻炼 你只有时刻保持自己良好的状态 你才能在运气终于 等到那一波好运气的时候 你才能抓到他 你有足够充足的准备去迎接他 我们从来不否认运气的存在 但我们从来不盲目地只看重运气 K圈这里下注成功的收底 K圈这里下注成功的收底 那这一周我们每天都会给大家带来直播 那这一周我们每天都会给大家带来直播 我们也会看见非常优秀的世界顶级的玩家 也是大家一直不停地在问的 Duan跟Ivy 他们会也会出现在赛场 好 嗨 这位波罗姆拿到八九杂色 看看我们的齐布里特在这里拿到一对钩会怎么打 选择加注 这应该是他翻前的仅有的几次加注之一 那么应该是得不到任何的支付 他现在的势头非常的好 一直在不停地积累筹码 稳健而缓慢 他的打法就是不停地盈利 不停地收取这些小底池 而不去跟其他大筹码做一些大的波动 充分地利用到了自己的优势 是一个目前来说非常良好的策略 这样子稳健的对手是非常可怕的 你很难去抓到他的失误 那这里我们看见Lebedev在枪口位 拿到十九同花的牌 也是我们觉得就是短牌里面是很有优势的牌 那他这边肯定会跟住八万 然后Bonnomo是拿到圈钩 也是同花的牌 这是一首看上去就非常美妙的牌 那这边Bonnomo他选择打个拳牙 打得非常的执直级压迫性 那我们看见这边 庄家位Bonnomo拿到A十同花的牌 也是他前面淘汰我们Bubble Boy Pour Foy的同样一首牌 也是同样一个位置拿到的一首牌 那他这边会不会扣Bonnomo的all in 因为这边Bonnomo他是coverBennefield的筹码量 并且他在加一的这个位置 推出来的牌力是很强的 那他这里选择气牌 回到Lebedev 他这里应该不会做任何抵抗 再漂亮的牌都没有用 他说很漂亮的一副手牌 习惯打短牌的顶级玩家 都会在看到90同色的情况下 就忍不住对这首牌发起赞叹 这首牌在这个游戏里面的表现 实在是太好太好了 对因为出来很多flop都可以击中 然后都可以买牌都有outs 只有长期打过短牌的人才能知道 才能感受到90同色之后牌的强大之处 让一个心态平稳的顶级玩家 在气掉90同色之后牌的时候 都忍不住 可惜 这里一队七选择的跟注 那这里Lebedev选择全压all-in 257万 这是一个标准的squeeze 对他这边看见Benefield他筹码量 不是很多的情况下选择了all-in 那我们看见这是我们这次比赛的奖杯 HKD250K Sundak Championship 可以看到传奇扑克的奖杯 所以是跟他们的logo是一模一样的 像是一朵燃烧的火花 那这边我们看见Benefield在hijack way 拿到K10 他选择全压all-in 91万积分牌 那这里应该BONOMO他是K7的牌 应该靠不动他的all-in 那我们可以看这写事下面说 这手牌对Benefield的K10 是有24%可以赢下 然后呢21%是chop hop平局 BONOMO已经在思考用K7 杂色这么边缘的牌去跟住一个 接近100万的拳下 这说明他开始也变得 非常地遵守数字 我們Benefield暫時也就是桌上最短碼的玩家 传承承承承 海杰骨也拿到了87同色 他有选择跟住 在多加LAMP底池 可以看到庄位的S-King 这里以他的马量完全可以做一个S-All-In 那这里我们Chiplater 拿到AK 他选择All-In 一个非常标准的S-All-In 而且拿到了一手非常能够支撑他S-All-In的牌 对,然后我们也看见没有人有一副牌可以能抵抗 这样顺利拿下底池 那有很多Fold Equity 对 这就是短牌的核心 去打掉对手非常多的牌 为自己挣到很强的EV 在翻前的激进动作可以保护自己强牌的权益 同时也剥削了对手 那我们在这边可以看见玩家们的底牌是因为我们这边是比他们现场比赛晚播半个小时 那看见底牌给观众们带来的就是我就觉得如果看不见底牌的直播比较没有意思 对,看见底牌可以在你欣赏比赛的同时还能得到底牌可见的一个教学模式 对,然后看这些顶级玩家到底是怎么处理的 对,对 好,这里还拿到了King Queen 杂色 在加1位置直接加注到35万 这时候A10草花他要怎么处理 对,这边他是拿到不错的牌 如果他这里选择相信对手的加注范围 那么这里A10是落后的 打得非常的稳 在不确定自己是否领先的时候 选择轻易的放弃 现在又涨忙了 5万、10万 目前的平均积分牌来到了390万 那我们桌上的两位玩家 筹码短的也就是其中一位是马来西亚的Tone Tone Strong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Benefield 平均积分牌还是在接近80个ante左右 那这边枪口位 我们看见Lebedev拿到AK童话的牌 他这里直接选择All-in 看看后置位有没有能接他All-in的牌 280万也是非常多的一个筹码 这边我们看见其中一位比较短筹码的 拿到A圈 S Queen他还是Full掉了 太多太多了 在筹码被Cover的情况下 可以自己选择推出去S Queen 但是很难去对抗一个别人已经放进去的筹码 因为对于这样子一个操作 你已经没有任何的棋牌率 我们可以看到BONOMO拿出了手机 不知道给他的下手位Tip Leader看了什么东西 他有可能拍了一下他的底牌 修了一下他可以Full掉A圈 UTG的K10 那这里BONOMO他枪口位 选择跟住10万 然后到威向也跟住了10万 全勾童华的牌 我们带眼镜的BENEFIELD 一对6 跟住了10万 中外的K勾 在这样子一个翻前相对而言比较低频率的桌子上 这里是可以考虑Squeeze 他没有选择Squeeze 我们现在是4位玩家进入Flop 这边我们看见BONOMO他有中顶对 但是Libbadev中的顶对 他的踢脚比他大 Libbadev在拿到了K队勾踢脚的情况下 在有力位置选择下注 Libbadev在拿到了K队勾踢脚的情况下 这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位置 往往在庄位的下注 都不会得到多大的信任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每个玩家都玩得非常谨慎 这张Final Table 打到现在好像我们都并没有在Flop 看到过Check Race 没有任何一次的Race 这跟长排的区别很大的地方 就是很多Limp 然后这样就是底次也没有搞得很大 对 因为短排和奥马哈比较类似 是一个合牌游戏 你在Flop任何的领先都不是很保险 那为什么我们看见大家手牌都那么大 是因为我们这个比赛是短排 2到5的牌都是抽走的 并且A可以当5 A6789是顺子 那这里Bonnomo 排力也没有任何变化 现在还是顶对10 2顶对K 然后10踢脚 在这个面上 应该大家都不会再动了 对 那大家选择 在这边的过拍 Lebadev拿下底池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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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的 他说到两加跟注的时候 他的K勾是只能引K十之手牌 因为牌面上是出现了七八九 那么任何带K的踢脚 除了比他大的之外都记中了 至少两队的牌力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场上还剩五个人 五位玩家 然后最短的是David Benefiel 现在只有16个Anti 他现在积极地需要寻求一次Double 在这里应该又是一个标准的Lane 拿狗狮砸色这手牌 那这里LebedevCutoff会拿到K8童话的牌 很多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玩家在进行行动之前 会进行一点点时间的思考 特别是前之位 因为这里有一个关于Time的Tills 就如果你在前之位过于潦草的快速跟注 用一些弱牌的话 很容易被对手抓到你的肢体语言的马脚 对手就会知道 你这手牌是一手比较差的牌 至少不强 如果我做一个Squiz 你是很难